我也没有什么 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想这个一定是鬼啊 后来我也想到了 哎呀 去诵地上经跟那边的孤魂耶鬼说 要给他们甘露死死 我忘了 所以我晚上已经爬都爬不动了 我还爬起来 跟我们昨天战言法师讲的 要爬起来 就拿着水米那边 念完放了 全身好了 对我很好 这种感应让我一辈子不会退转 说到要做到 对不对 这些鬼魂呢 就来帮助你 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不然的话 我是个读书人 我去读佛学院 然后我就一直读 但是我师父派我去武功室 让我面对到这些真实的情境 有鬼 特别横春人相信鬼很多 所以 我必须去面对这些被撞死的 孤魂野鬼 后来我就慢慢懂了 还有一次 有一个年轻人去游泳 溺死了 那我去帮他助念 助念念念念念念念 我看他眼睛没有合起来 以前我会怕 因为后来我就不怕以后 我就跟这年轻人说 如果你有什么事不懂 放不下 晚上跟我讲 我为什么不怕 不是说我不怕 因为我每次去助念回来 我这个人如果睡觉 以前的时候 睡觉一定一觉到天亮 不会像现在老了 还要起来尿尿 对不对 然后呢 就睡到天亮 然后呢 如果中间醒过来 一定是 我刚刚去助念了 什么事情没做好 然后我就去想 什么事 什么事 等我想到那个事 应该是对的 我就自然就会睡着 所以我那天回来以后 又醒过来 那我就跟他说 明天我会去你家 结果这样就睡着了 所以隔天我就去他家 去他家 我一问之下 原来这个年轻人 很执着他阿嬷 因为他们是母子依靠 就是孙子依靠长大了 爸爸妈妈在外面做生意 所以他放不下他阿嬷 然后呢 他要我去跟他阿嬷说法 结果我一去以后 他阿嬷眼睛看不见了 还跟我说法 他跟我摸摸手 年轻人 你是富贵命哦 我才摸手就会讲话 我心里怎么想要知道 我说 哇这个阿嬷厉害啊 年纪那么大 但是我跟他说 我说你孙子走了 然后呢 可能昨天晚上他找我 那我现在知道了 因为他放不下你 但是我说阿嬷 你孙子已经归衣三宝了 我把他归衣了 我请他去极乐世界了 阿嬷 你以后要不要跟你孙子相见 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一次 你的孙子是消业障了 因为他阿嬷就开始哭了 他人很好啊 他不做坏事啊 爸爸妈妈不在 他都不做坏事的 他孝顺了 我说就是因为如此啊 这种好人呢 他消完业障就升天了 但是我请他去极乐世界 我说阿嬷 你要不要去啊 他说好啊 孙子去哪里我就去啊 我就帮他 鬼佛鬼法鬼神 鬼佛阿弥陀佛 哇 这个事情一过啊 我每天晚上都很好睡 然后那个年轻人 像就变了 隔天再去 像就变了 所以各位 你去帮人家往生助念 你才知道说佛的力量在哪里 他真的会变 而且 就算看相片他都会跟你笑 你去帮人家助念看完那相片 他就会跟你哈喽 只有你自己看得见 因为他的脸会变成不一样的颜色 他的眼神会发光 你知道吗 这个有感应 这个对他好 只是我在这边交代各位 你去助念 不要光念经 这不够 为什么中国佛教 就像各位我们超度 给他食物吃啊 给他功德啊 给他点灯啊 然后呢 给他说法啊 再给他鬼余阿弥陀佛 这整套的要做好 所以我每次去帮人家看病 我就会带一个水 米一点点 这个人生病了 先回向给他冤情在主 对不对 然后就给他嗡嗡嗡嗡 放在他床下 也回向给医院所有的鬼魂 这样他福报就大了 再来呢 就给他说法 所以这样他就听得进去了 因为很多病苦都是冤情在主的套债 在地藏经说是论对 对不对 他还没有舍抱 已经在轨道里面论对了 已经在享受那种饥渴 身体发烧的痛苦了 那你要把他的冤情在主超度超度 所以佛教要我们为他们放蒙山甚至厌口 再来给他念佛超度 就像我们今天下午三十系念 首先一定要到往生排位那边 中风明本禅师是一个开悟的人 先到往生堂给他们施施念念阿弥陀经 让他们先吃点点心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为他们说法从空性讲到净土 最后呢 更要帮助十方法界等等 我想佛法就是一个疗程 一个圆满的过程 但是这个圆满的过程呢 那希望我们大家为了求到乐 我们要认识苦跟苦的因 世间的轮回是苦的 那当然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为了要成佛 那为了要成佛 那你也不能说那等我去再说 那你现在你还是要看看经典 把佛法的成佛之道了解一下 那佛要跟我们讲什么呢 他讲的就是道次第 释迪 释迦牟尼佛说法 从下四道就是不思持戒 升天之道 第二个道 四圣体 十二因缘 解脱之道 第三个道 发菩提心 十见六波罗蜜 信愿念佛 上平往生 那我们这个道次第你还是要懂 那当然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慈心不杀 修持善业 这个就是人天福报 敬业三福 从世间道 走入初世间道 走入发菩提心 读诵大称 真心因果 读诵大称 劝经神的菩萨道 那这个道次第 那各位还是要去思维 实践 那当然 对一个对象而言 你去劝人 劝进行者 那你要了解对方的根气 就像刚刚那个 三十岁的企业家 佛陀不可能一开始 就跟他说法 因为他现在 先解决他的问题 他生病 他没钱 他夫妻快离婚了 对不对 佛陀要找出苦之因 原来他上辈子 没有交代好子女 所以我就告诉各位 你子女不好好交代 你也很难 不然你就要靠自己 很精进 不能依靠 但世间人 特别华人 还是希望子女超度超度 所以孝顺父母 超度父母 功德大不大 所以孝顺父母 包括 念一下 七世父母 历代祖先 你都要孝顺 你不能说 县世父母 光县世父母 是不行的 所以各位 你每天所修的功德 一定要这样回想 包括吃个饭 吃个饭 我怎么念呢 你这个方法也很重要 你吃饭就圆满了 上供下施 各位念一次 来 我拿个饭 这个是按照佛经所说的 一碗饭 一碗面 一碗稀返 这个是佛经所说的 这样去上拱下施 特别对旷野 孤魂野鬼 帮助很大 点个灯 就让他看到净土 除了消业障 所以佛说灌顶经说 如果家里有人往生了 你最好马上在奥弥陀佛面前 点四十九盏灯 他就可以快速消业障 快速往生净土 点灯花 当然让他上供下施 一个花就代表全部了 在杯子 香花灯土果 茶食饱株衣 那他就为他上供 那你为众生供花 有个好处 念一下 往生莲花净土 往生净土是用花来接引的 前面有四色莲花 那就看个人的根气 所以那你有个花 为他供花 那各位 现世得到什么好处 来 现世居家如花园 来世往生莲花净土 所以各位多在佛前供花 那如果你要再深一点 供的花的颜色不一样 功德不一样 为什么四个颜色 共白色的代表消病苦 共黄色的代表增加福报 增加智慧 共粉红色的代表人缘好 夫妻好 关系好 共生绿色的代表断除烦恼 所以不一样颜色 有他不一样的接引 所以我们也知道 我这个人是生病往生的 那我们观想极乐世界 会用白莲花来接引他 因为这个人他生病 那这个人他是追求福报的 因为他是有钱人 那我们用黄色的莲花来接引他 当然这个你要学深一点都可以了 但是至少有花 那你世间居家如花园 将来有莲花净土 所以我们也替他共花 然后拿到这个饭菜 平常你在家里用饭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是吃素 那当然更好 整桌都要观想供养 但是如果你没有吃素 那至少那个饭是可以的 水是可以的 然后就这样念 来跟我们念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阿弥陀佛 供养现世父母 供养往生父母 那你要观想看到你的爸爸 像我爸爸往生了 我妈妈还在 但我两个都供养 供养妻子父母 供养历代祖先 供养冤亲债主 供养流产胎儿 如果有你还是要供养 再来 供养造成身心病苦 家人身心病苦 知业力债主 各位你做太太要做 你先生忙着赚钱 但是你要替他修功德 也供养他的冤亲债主 他就不会那么讨债 对不对 再来 供养一切众生 那如果你在家里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善神 最好你再念一个 供养家宅五神 就是你家的土地公 造工 通通供养到了 供养完以后 那你就拿个七颗米饭 像我们这个是整盘 大家要拿出去的 拿到哪里呢 拿到樱梁树下 有三种树不能放 其他都可以 念一下阳柳树 阳柳树因为观音菩萨的加持 所以在水边最好种个阳柳树 因为风一吹沾到水 那些孤魂野鬼都可以喝得到 但是有护法神 那陶树 陶树不能放 那是鬼王在住 所以道教有用陶木来驱鬼 还有石榴树 石榴树是鬼子母 你鬼王在住 这三种树不要放 因为你放 可怜的孤魂野鬼吃不到 所以念一下阳柳树 陶树 石榴树 那这三个不要放 那放你也不能放在柱子旁边 柱子有护法神 柱子有护法神 特别寺廟外面 我们就放在旷野处树下最好 然后白天晚上不管 三餐都做最好 那各位你可以收集那个矿泉水的瓶盖 那个瓶盖不要丢掉 那瓶盖装七颗饭 一点点汤啊 烘啊烘啊烘啊就拿出去了 就不用收回来了 那我们这个呢 就出去以后 就会先放在地上 等过个半个钟头再给它 倒在那边 倒在那边那些松鼠啊 那些蚂蚁啊 鸟都会来吃 所以鬼道先吃完了 那些剩下的他们会吃 这个佛在金光明经说啊 喜欢不思食物的人 生生世世得到两种福报 念一下 长寿无病